BABY BABY ON JANA OH YES OH 大家好 我是司徒 開始之前請大家先無視一下這麼凌亂的背景 因為我現在還在收拾行李 所以我的房間就好像打仗一樣的款式 是極之亂 大家會看到我後面也遮住了衣服 下面又有衣服 有些雜物 衣桶櫃這個位置也是極亂 總之大家就當它們不存在 當我的背景是很乾淨 而且很整齊 大家看到這次這條影片的標題 或者Thumbnail 應該都大約猜到我想說什麼 沒錯啦 接下來我就會離開香港 但是我不是全家移民的 純粹是我自己 接下來就會去五個月至半年的交易 這次交易的學校就是位於東京的慶應大學 出這條影片的時候 遇無意外就是9月7號來的 而我就是9月8號的早上飛 其實去交易這件事 我是早於今年年頭已經知道了 但是為什麼拖到這麼遲才跟大家說呢 中間一直以來都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 我很擔心太早跟大家說完自己會去日本 但到頭來其實我是去不到的 空歡喜一場 那就不是那麼好 而且有點慘 所以我就拖到最後一分鐘才跟大家說 一直以來擔心的事其實都有很多 首先就是擔心日本會不會再次收緊入境的限制 其次就是因為我在8月尾的時候確診過 如果你有留意我IG的話 應該都會知道的 都很擔心自己能否康復得切 又或者會不會因為我確診過 所以導致我入境日本的難度高了很多 第三樣東西就是FISA的問題 整FISA那裡就比原定的時間遲了 所以令我很擔心 究竟可不可以如期飛到 又或者其實他那邊會不會批我的簽證 但真的很幸運 所有事情都解決了 就是現在是OK的了 所有的狀況都穩定了 所以才跟大家說我去日本 至於為什麼我去exchange 第一個原因 都是一個很普遍很常見的答案 就是因為我想去擴闊自己的眼界 去體驗多一點 認識多一點 尤其我做了youtuber之後 我就更加發覺去擴闊自己的眼界是很重要的 一直以來我都很苦惱 究竟我還有什麼可以拍給大家看 有什麼題材可以做 因為我發現自己拍來拍去 都是share自己的daily life 或者是拍自己的校園生活 就是全部都是純分享 但就好像不是很做到那種很informative的影片 或者很inspire到人的影片 而我覺得問題就是出在我自己的人生月曆不夠多 自己有沒有很專業的技能 所以我就決定去exchange 希望透過這次的exchange 可以令自己變得更加成熟 有更多不同的想法可以跟大家share 還有在日本那邊讀書 生活 不多不少都會理解多了他們的文化 一些生活習慣 就是把這些大家可能未必知道的東西 在影片那裡再跟大家share 希望可以帶到一些新的knowledge 知識給大家知道 就算你不是拍youtube的 拿多些人生的月曆 拿多些經驗也是需要 因為這些體驗都會令你成長 還有日後 當你跟別人交流自己的看法的時候 你也會有多些東西可以share 有多些自己的見解 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自己一直以來 都很想嘗試在日本那邊短期這樣住 從小到大 在家人的影響下 我自己是很喜歡東京這個城市 但是我一直以來都覺得自己是 以一個旅客的身份去看東京 就是一直看到的東西 全部都是東京的表面 去東京不同的地方 都是走馬漢花的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 真的短期地在日本 在東京那裡居住一下 更深入地了解這個自己喜歡的城市 同時也可以有多一點的時間 去欣賞一下平日 可能去旅行 真的很急不會看到的東西 也有些人會跟我說 你在這個地方住完之後 就會失去對這個地方的一些憧憬 在這裡住和去旅行 其實那個落差感是很大的 我自己也預料了 不過我覺得無論最後那個結果 是好還是壞 都是一個體驗 我覺得它怎麼都會令我成長 怎麼都會令我有點得著 所以我自己又沒有說很擔心 就是保住試了才算 體驗了才算的心態 那整件事大約就是這樣 我都知道通知得大家有些說的了 但如果大家對於我去exchange 或者去日本生活 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我到時看情況 可能會拍一條Q&A去回答大家 現在還有一天多一點的時間 我就要上飛機了 其實我還沒有很有那種感覺 自己是要即將離開香港 這幾天我都是陸續約朋友出來吃飯 即是吃Failout飯 但其實我還是沒什麼感覺 隔幾天之後 我短期內都不會再見到這幫人 可能因為最近都很忙 就是腦子也想不到這麼多事情 但說真的這一刻都有點擔心的 因為我自己都沒試過自己一個人出國 然後這次還要一走半年 當然我比起那些真的去升學讀書 我這些exchange半年真的十十歲 但因為始終都是我的第一次 所以也少少擔心 而且我到日本也會繼續拍片 我又擔心出入境的時候 又要拍片又要拿著行李 很餓 總之我心裡有很多很擔心的事情 但wish me good luck 希望我可以應付到所有事情 到時候我到補了日本 都會記得跟大家在IG補平安 之後大家也可以密切留意一下 我在東京拍的一些影片 一些vlog 不過在推出東京的vlog 東京的影片之前 應該大家還有一至兩條在香港拍的影片 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 我也不知道應該再說什麼好 因為現在其實心情是很複雜 那就是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我們在東京那裏再見 拜拜